来去客庄住一晚 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这一回带您深入宜兰三星乡 住了一晚之后呢 对于三星相信您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感受 其实这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客家移民 因此吃苦耐劳的个性 也为三星创造出许多优质的农作物延伸商品 像是宜兰的三星 从一年的产值超过了五亿元 延伸商品更是琳琅满目 宜兰客家乡亲的努力 透过镜头我们带您有目共睹 走出户外走进三星葱田 绿油油DIY拔青葱自己体验 用双手拔青葱 感受三星葱浓的辛劳 乐趣无穷 我们抓不起来耶 我们抓不起来耶 谢谢 谢谢 把玩青葱还没完哦 还要再进清洗池 让青葱白白静静登场 手洗得最干净 老板有赏 这一口是谁洗的 我的 好来 我们开始来颁奖 好来 宜兰的三星葱还有茶叶都是赫赫有名 其实辛苦栽植的农民很多都是客家人 因为桃竹苗有很多人二次移民 有人靠种茶为生 也有人靠三星葱落地生根 大火快炒加入大把大把的三星葱 青葱香气满意 而青葱牛腩也热腾腾登场 加入青葱真的很美味 一道一道的美食端上桌 客家妈妈料理的风味餐大受好评 我们来平的葱的葱 葱有些 然后葱的量 可能会比目标 会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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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四五倍左右 每一道都有在地风味 青葱风味餐 游客绝对不会错过 吃完大餐想要来个小点 当地的葱油饼可是料多实在 饼坪内有着满满的青葱 不但香气十足 而且少油少盐少负担 我们的面皮就是比较酥比较香 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油 青葱博物馆也是来到三星必油的经验 许多度动小游戏可以带来乐趣 这里还能让大家尽情的选择 三星葱产品零零总总至少上百种 葱油葱饼葱蛋卷 商品是琳琅满目 客家乡亲移民到这儿 跟本地人联手 为三星打造出一年五亿的产值 拿下好成绩 一片片青葱甜鲜活宜兰的地貌 一节节青葱段升华料理的境界 三星客家园的勤劳断概绿色奇迹 成就感动时刻